不论是经典的儿歌《两只老虎》 或是韩琴默默的唱着动人情歌 还有着拿出中气十足唱出的《来去代当》 小朋友们拿出真感情完美表现 为了庆祝儿童节的到来 在泰玛里乡创校六十周年的美和国小 在儿童节前举办了校园歌唱大赛 让学童们体验歌喉战 展现自己的才艺 他把平常可能是音乐课 或者是在家里所练习的 利用今天这个舞台把它唱出来 让小朋友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空间 那第二个目的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学校的语文教学是多元的 我们除了国语之外 还有台语 还有我们英文 还有甚至有的学校已经开始越南语的教学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呢 除了国语歌曲以外 还包含了台语歌曲 还有英文歌曲 让小朋友自由或者是组队参加 把平常在课堂上母语课所学习的 英语课所学习的都可以一起表演出来 小小学童追求流行 校园成了选秀节目的舞台 老师变身成为音乐评审 在充满比赛氛围的礼堂 学生们免不了紧张 但就算音准偏差了 还是认真的唱完歌曲 非常有歌手的精神和架势 每一次都在徘徊舞蹈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有你梦中不散爱 有你恋恋不配爱 你失败如同事啊 也不愿意 唱一个话 我唱没有此目的 让祝福快乐快乐 能成功多异义 学校安排的歌唱比赛 除了让学生们可以借由活动体验多元的学习机会 练习主持掌控活动的流程 上台表演 学习展现自信的台风 更学习如何当一个台下欣赏表演的观众 而这场飙歌大赛也让学童们充满了开心的回忆 东台新闻李婉珍 黄新平 泰马里香 采访报道